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,要想富就得先修路,可是,我们修路就必然会需要消耗砖头杀子什么的,我们中国的基建是非常的好,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。 那么,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,类似印度菲律宾之类的国家该怎么办呢? 一些发达国家们,他们都会去选择一些空心砖,又节省了成本,而且铺在一起还特别的美观又大气,但是印度这个国家,他们是怎么做的呢? 小伙伴们我们都应该知道,阿三哥是一个开挂的民族,印度的整体发展可以说是十分的艰苦,生活落后,甚至可以说有的地方都没有通过电, 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,简直就是不可思议。 很多的小伙伴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个现象,在印度其实最原始的方式,就是使用模具,然后,在这个模具的里面装满了水泥,之后,就等住这个水泥的自然风干。 水泥干掉了之后,去到这个模具之后,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转了,但是这样的砖头它的坚固性就不怎么好, 而且表面也不怎么光滑,虽然规格看起来都是一样的,但是用起来你就会知道特别麻烦,那印度人现在到底是怎么进行制作砖头的呢? 小编来带领小伙伴们,见识一下这两位印度小伙的发明。 这两位印度小伙,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个制砖机,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高科技,但是,毕竟只要简单实用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吗? 使用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,只需要一个小伙子在料袋里面给它装满了搅拌好的水泥, 然后,另外的一个小伙子就不断地压动住这个杠杆,通过这种挤压的方式, 把水泥里面的空气给排出,然后再帮助这个砖块快速成型。 这样的砖块不仅坚固,而且使用起来还是特别的持久。 对此小伙伴们,你们怎么看呢?